大家好 今天是9月15日 10日限期就到了期了 好傳媒那邊就沒有任何回應 但是我在這10日有工作 也有找了VHK的持牌人姜牧師 去了解這件事 他也有跟我跟進這個事件 他說的版本就是有一位他的前員工 叫做Hitman或者叫做Chris的記者 他有負責Youtube那方面 他已經離開了VHK 但是他就有相關的資料在那裡 我本身就跟VHK談判了 是沒事的 他是不會投訴我那些 但是那個已經離職的員工 總要就跳槽跳去好傳媒那邊 就用了之前的資料 就暗中投訴我 我們首先聽一聽錄音先 喂 是牧師的 你好 喂 你好啊 怎麼說你 是呀 以後都不可以再有 那就看一下那些人投訴我 那些人能否取消警告 我們真的沒有鬼搞過你 喂 但是你有個 你見不到你上面那幾張照片嗎 那他在... 看到啊 他找我就是講這些話 他就叫我... 那... 如果...如果他沒有這樣做 他沒有必要去打這個電話 對吧 就是說這個... 我已經檢查了 他已經不是我們台的人 都一段時間 但都不重要 如果你是他做的 我是我要他去取消那個投訴 因為我真的難 因為現在我們台還在的記者 都全部都問過了 沒有人教我們 那因為我看回那幾張照片 我按回電話號碼 那看到他已經覺得 我電話沒有這個人的 那我就按回答 這個是原來曾經的一個... 一個我們台的人 那但是現在已經不是了 那他就叫阿Chris 那樣的一個中年阿雄 那就是... 因為都是這些... 而且他說話比較不穩 那就是... 又... 很多這些都沒問題 那我令到大家都不喜歡他 那他就自己已經交了一張照片 我們就走錯了 那接著... 所以他和你怎樣的交流呢 他還是... 他都沒有跟我們講過 嗯 是啊... 重要是你相信我也好 嗯 如果你肯定是他來的 我就打電話給他 讓他隨少點找一個投訴 嗯 那是不是就能幫到你呢 最好... 那...因為就... 就是... 其實沒什麼所謂,我都跟她說明,我跌多少出來是沒問題的 你說我拿了你的好處,我都不想拿人好處 不用了,我想我們之間,沒有所謂,很多人都不所謂 我覺得大家是深深的,那幾個不是什麼,真的沒問題,真的沒問題 而且當時我是說一條片七十元,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就會… 對呀,她應該猜些數,就是我們私在,所謂無事的錢 我想拿回一個帳戶,總之他們到處唱到我,就算我現在有跟別人合作 寫到明,寫到明,授了一拳,我還是那裏admin 這樣那些人都可以去那裏投訴我,說我偷自己的片來賺錢 我有什麼好說的? 是啊,現在就是有些… 你是admin,你為什麼偷這些片是不搞笑的? 即是我在Facebook專頁,香港人連儂場 我就是那邊admin,也會轉載她那些片 那接著呢,可以有些人走去連儂場那裏舉報我,說我偷她的片 而且就有很多…即是已經有些人就仇 我現在個帳戶都沒了,她還要繼續進來搞,我不明白什麼事 好像殺父仇人那樣 是啊,現在搞不到對單,搞了自己人嘛,那我一直… 不,你看看,可不可以幫我… 看看她怎樣取… 當然可以了,我絕對可以了 如果你肯定是她,我真的不會猜到那個人 嗯,嗯 即是上次我幫不到你,因為我不知道是誰跟你對嘴 明白 然後你給你幾封給我看,我聽到他回答,我馬上又回答人 那次是…因為我呢,發言了很多次 我們台人的行程,個個都一直都說… 跟你這樣去到… 是怎樣去到… 是怎樣去到… 但你又殺神一些信息,你都跟我說 是…有記者是跟你對我嘴 所以我就一直都找不到那個人 明白 所以一直都幫不到你 真的不好意思,你真的… 不要緊… 嗯 然後我就可以做多一點 嗯 還有那個… sorry 好傳媒那個老哥和石仔 都是,還要拍條片 但她說的東西又不是事實 我覺得很奇怪 但那些人就相信她 我有了證據 大佬 好傳媒那裡我都可以幫你搞 勇哥和石仔 因為好傳媒原本是由一個… 一位叔叔搞的嘛 你們知道嗎 然後後期… 後期… 再捧一下石仔和勇哥上去 跟著那個叔叔就… 去了下來 自己… 做了… 做了一些… 很遠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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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沒有再離台了 明白 那我可以一天打電話給他 叫他… 問一下… 就是了解一下勇哥和石仔的想法 就是… 看看有沒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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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都對 好 麻煩你 你覺得我… 我… 我…我無所謂 不是,就是麻煩你了 我… 我… 嗯… 我… 即是… 和… 和… 很老實講 即是就算是… 你覺得我是偷了影片 那你就… 即是你… 要不就去YouTube那裡 過侵犯版權 而已 不是在我背後… 那… 即是她還… 她還要走去… 我其他本身合作的那些,他就要假裝觀眾,但又被我捉到,我不懂怎樣說 假裝觀眾又說到,如果再跟我合作就不看他,人家都很難做 這個原意,說真的,我都是做了三個月而已,我五月才開始 我之前好像說到我不懂拍片,我不懂怎樣說,我多事了,下次就知道什麼事,沒辦法 希望可以幫到手,謝謝你 不要再說,好傳媒那裏我比較簡潔的地方,但你可不可以這裏好傳媒,容哥和靖仔和克里斯 他有之前的一個YouTube Channel的,他幫他主持YouTube Channel的 明白,明白 其實最重要是這幾個, 然後不關阿老哥事的嘛,是關阿石仔的事 他不知道為什麼幫人出頭,還要講到,你明白嗎? 他還要講到明,舉報到平台,我一定相信他的,對不對 是耶,真是的 其實不要緊,我只是想解決這件事,拿回帳戶,就是這麼簡單 其他東西沒什麼所謂 好,麻煩你 明白 好,麻煩你 謝謝,再見 再見 怎麼都好看過那些CCTVB交劇 也麻煩到姜牧師 我都比較相信他 講這件事 一來那個人就真的離職,他都有跟我說 那位什麼Hitman 但是他用他之前那間公司的事 去做一些私人的事 本身就應該有些問題,對不對 另外VHK也都出了一個聲明 寄給Youtube那裏 那我跟他之間的事呢,就已經解決了 也都不存在任何什麼版權那些誤會就解決了 如果有好傳媒的人看到這條片 麻煩你就答一聲我 我是怎樣去繼續跟進這件事 是他們這三位人士呢 雖然是好傳媒的員工 那是不是代表你們公司的立場 那如果我要可能從法律途徑也好 或者從其他方法去解決這件事 是他們是代表好傳媒你們公司 還是個人名義 那我都要搞清楚 那也都要希望我快點跟進這件事 我真的不想搞大他 你想一下我真的個帳戶 現在差不多整個月了 這樣拖拖拖拖 我才出聲我是不是真的想搞大這件事他 或者對其他人造成影響 那你就自己想了 現在是誰想搞大這件事 我做到這樣已經是人治意盡 我亦都不需要說什麼 我不是我求你了現在 但是你反過來 如果我交給那些專業人士處理 我就不會再處理這件事了 那希望對方就珍惜這個機會 那我都沒有什麼說話好說的了 那觀眾朋友你就踴躍留言 那如果想解決這件事的 那你就傳給他們看一下 看看他們說什麼 那就麻煩 就是用下你自己的腦 那麼大個人來搞什麼出來 是不是很好玩 我是一直在給你面子 你又多個Kai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跟我說 不用把我當你是一個香港人 我懂得怎樣處理 那其他就 觀眾朋友踴躍留言 我不會說 免得有人誤會 我不是恐嚇別人 那就明白了 不想說那麼多話 我真的沒什麼所謂 大不了不拍片 也不會餓死 是吧 就這樣了 不說了 我有一個多話 寂寞 那我就不恭請